钱让我们变得人不人 鬼不鬼 你觉得你败了 那你怎么才能赢呢 拿下香水河的项目你就赢了 严若水的下场你看到没有 你如果拿下了香水河 你的结果跟他一样 戴着手铐脚镣 在监狱里待一辈子 别和我提香水河 你现在来告诉我 这个世界有多大有多小是吧 以前呢 你给我做了什么宝贝 你都交给我什么了 在感情上 吃着锅里的 看着玩意 惦记别人盘子里的 在生意上 你对关系权力 顶礼膜拜 坑蒙拐骗厚颜无耻 无所不用其极 你都给我做了什么榜样 推卸责任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臭毛病 小时候我们会把弄坏玩具的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长大了我们会把办杂事情的责任 推到别人身上 就连我们老了 面对终将会有的生命终点 也会有类似 我还可以抢救一下的推卸表现 现实社会中 哪怕你仍在父母的怀抱 也得牢牢记住一个亘故不变的真理 有错就要认 挨打要站稳 是你的责任就别甩锅 谁都不傻 谁都不瞎 就徐隐而言 进入3D公司是自己的选择 离开3D公司也是自己的选择 开办拍卖公司以后的坑蒙拐骗厚颜无耻 更是自己的选择 香水和业务失败了 是张仲平教导无方 胜利大赛的业务成功了 就和张仲平半毛钱关系没有 沦落封尘没人会指责 生存方式不同而已 万一人家就是生活所迫 万般无奈呢 可依然如此 你就不能再立牌坊了 否则你就羞怪别人瞧不上你 花钱还骂钱叫不易 学了本事就骂师父叫不仁不义 可还是那句话 张仲平今天的目的是挽救徐毅 是让徐毅从圣利大厦的顶楼走下去 所以徐毅可以不仁不义 张仲平不能也不想再计较了 我的确很惭愧 我没有给你建立一个很好的榜样 你骂的都对 但是我听到你这么骂我 我很开心 这说明你还有起码的是非观念 你还有救 振作起来 你还有很久很久的未来 注意从这一段开始 张仲平就基本开启了哄孩子的模式 因为面对此时的徐毅 已经濒临崩溃边缘的徐毅 他只能如此 只能重新唤醒徐毅的内心 要想唤醒内心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予希望 张仲平告诉徐毅 也告诉了各位看官 再有过不去的坎 再有解决不了的难 也千万不要放弃 更不要放弃自己 你和我还有很久很久的未来 心贴心的规劝足够真诚 徐毅的心到底也是肉掌的 态度到底出现了松动 我连那么明显的骗虚我都看不出来 你说我这样的闪话 我还回来干什么 徐毅你听我说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谎言 我们都会受到欺骗 各种各样的情绪在骚扰着我们 痛苦挣扎愤怒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 如果我们心里有阳光的话 这个世界就不会是黑暗一片 徐毅到底认清了自己 到底撇掉了自己的盲目自信 只不过徐毅的这句傻瓜 仍然有着自夸嫌疑 从开始到现在 徐毅本着走自己的陷阱 让别人无陷阱可踩的基本原则 一次次刷新自己的双伤底线 一次次挑战做人的基本底线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 反面教材的强悍感染力和教育意义 注意这绝不能被称为傻瓜 而是半吊子和二愣子的完美组合 只是张仲平劝说 还是没起多大作用 徐毅真正的求死原因 也并非简单的被骗 而是另有原因 可是你现在说这些东西 还有什么用啊 一千万都那么没了 没了 欣然也不会理我了 他爸爸醒了也不会饶了我 还有莫老板的钱我拿什么还 我就想从一百米的楼上跳下去 我前九十九米 我觉得我自己是在飞 跟我睁开眼睛一看 就只有一米了 你说我怎么办 徐毅 我觉得目前事情的确是糟糕 但是还没有糟糕到你想的那么坏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我已经采用我的方式 让莫老板的钱永远到不了其余的账户上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此时此刻的其余 应该已经被扣留 正在协助调查 徐毅真正的求死原因是什么 因为被骗了的一千万太多 是因为伤害了欣然害怕 是因为欠别人的钱没法还 有人求死是为了解脱 有人求死是出于无奈 而徐毅求死就只有一个原因 也是最窝囊最最无能最最无耻的原因 逃避责任 不信等到张仲平告诉徐毅 一千万根本就到不了其余的账上 我们再来看徐毅的反应 注意徐毅的语气和表情 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肩上的担子一下消失了 很多人看钦慈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 如果徐毅落得善终 这个世界才真是没救了 诚然并不是人人都有张仲平这样的义父 也不是人人都有张仲平挽回损失的本事 更多的人吃了亏以后 就只能自认倒霉或者干脆一了百了 可电视剧就是电视剧 有着欠人向善的导向要求 钦慈揭露社会现实太过 必须在结尾给予人们一道干脆的光 一道正义的光 所以曾珍不可能战胜唐文 所以颜若水必须被检察院带走 所以徐毅不能跳楼 必须有一个重头来过的机会 注意 这不是理想主义 更不是为了审核要求 就只是想要告诉太多迷茫中的人们 别放弃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终究会来 一定会来 正如张仲平随后的一段台词 网大了说我是要伸张正义 像颜若水这样的人必须要得到严惩 当然我也脱不了干系 我会负我应该负的责任 但是从根本上讲虚义 我要挽救你 你是我看大的孩子 你是我的亲人 我不能看你这样一步一步堕落下去 你迷路了你知道吗 我也是一个迷路的人 所以我知道 迷途的人走得越快就越可怕越危险 我不能眼看着你出事 徐毅迷路了需要挽救 颜若水更是迷路更加需要挽救 只不过颜若水的迷路带给国家太多的损失 带给社会太坏的影响 必须予以惩治以后才能挽救 或许有人会说 就颜若水的具体表现 很可能就会落得吃花生米的下场 这种结局也是挽救 不然呢 不是挽救是什么 有时候杀人就是为了救人 你品 你细品 这个世界毁灭不了我们 只要我们心里有爱 我们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相信你 只要你有悔过之心 每一个人都会原谅你 你有很好的未来 你现在这样跳下去 你让每个原谅你的人没有了机会 你让我和你的姨妈 只能每天面对着别人对你的鄙视 对你的不许 认错就得有个认错的样子 劝人就是有个劝人的样子 劝人就是不断给予希望 就得告诉对方未来到底有多美好 当然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要不断强调家人因此而受到的巨大影响和悲伤 乃至绝望情绪 徐毅在乎谁 曾珍早就变成仇恨了 当然 只是一个利用工具而已 张仲平 拉倒吧 徐毅爸爸的张仲平立马跳下去 姨妈 也只有这唯一一位 被拥有血缘关系 将其自幼抚养长大的姨妈 才是徐毅真正关心在乎的人 所以 劝说徐毅的最后一步 张仲平必须把唐文搬出来 把徐毅最在乎的人搬出来 这个世界最疼爱你的人是谁 是你的姨妈 对不对 姨妈在等着你回家 你不能让她受到伤害 我们一家人应该好好的在一起 面对未来 我们有新的开始 相信我 你能做到 然后唐文出现 结局完美 正道的光到底照亮了最后的黑暗 是不是有点失望 是不是觉得剧情太过虚幻 不该如此 别傻了 如果连电视剧都没有一点可供我们幻想 可供我们躲藏的短暂时刻 我们才是真正的可怜啊